这是60×100的塑胶瓦刃板 中间切一道 因为这个是早期我做的板子 所以我是割开的 但是其实不需要 你就量到中间 然后从中间折就可以了 然后外层的板子 就是从中间往左右数1.5公分 这样子数1.5公分出去 然后折两边 这样子的话这个内层 然后这个是外层 这样子夹起来 然后中间再隔一层这个布织布 还有这一层布织布 这样子 那拼图呢 就是假设这个板子是拼图好了 你放在这里 然后你就盖上布织布 然后呢 因为可能没有拼好嘛 所以你就把这一块板子 整个这样对折好的 压在这个上面 然后手抓好 一起翻过来 这样子 你看你这个拼图就被压在这个板子 跟那个布织布中间 就不会滑动了 好 那如果你的拼图拼得很大了 可能比这个中间要大了 那没有办法移到光靠一边 就是可能是这样子的状况 比这要大 你就从中间先把拼图暂时分开 分左右两边 分左右两边之后 再像刚才那样 盖上这个布 然后还有板子 然后一起 压着 手抓着 抓过来 这样子 这在里面拼好的就比较不容易散掉 好 然后如果 我们都抓好了 我们都抓好了之后呢 再拿这种大的肠尾夹 这个我先折进去 你的边边可能就变成 这样子了 边边它其实是有一个厚度的 所以其实你买的那个肠尾夹要够大 才有办法把它夹起来 那因为这边是连接的嘛 刚才我们这边是折过来的 所以你只需要夹 这个三边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肠尾夹就是大的 就这样夹 夹旁边 一二三 然后一二三 然后一二三 这样子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夹起来 然后总共夹 九个 就没有问题 就像这样子